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理科鱼类就是我们建的最多的鱼类了 其中不少鱼类为我国所特有 理科鱼类在我国有着重要的经济意义 它的产量占全国鱼业总产量的四分之一到三分之一 理科它包括12个亚科500多种鱼类 我们主要介绍几个常见亚科的一些常见种类 首先让我们来看一下丹亚科的马口鱼 马口鱼体侧扁 口大 前卫 口鱼向后伸达 眼中部下方 下河前端有一个凸起 和上河前端凹口相嵌 雄鱼囤齐的一到四根分支齐条特别延长 齐膜边缘有缺刻 生殖季节雄鱼的珠星很明显 马口鱼它是小型的凶猛鱼类 主要以小鱼为食 也吃水生昆虫类 在我国南北各水系 以及附属的水体当中均有分布 但主要分布在长江以南的平原地区水域 目前在一些水库中已经形成一定数量的种群 危害养殖的经济鱼类的鱼苗 丹亚科还有一种常见的热带观赏鱼 斑马鱼 斑马鱼原产于南亚 全身布满多条彩色纵纹 体呈红色黄色或绿色 体态飘逸 因纵纹类似斑马条纹 故得名斑马鱼 付出后约三个月可以达到性成熟 成熟于每隔几天可产卵一次 是研究胚胎发育分子机制的优良资源 斑马鱼已经成为最受重视的脊椎动物发育生物学模式之一 我们大家都知道 我国的四大家鱼分别是青 草 莲 雍 它们都是我国所特有的理科鱼类 现在就让我们来认识一下青鱼 青鱼属于亚罗鱼亚科 是青鱼属 体形呈圆筒形 尾部侧扁 腹部圆 临大 体背及体侧上半部 青黑色 腹部乳白色 胭齿一行 呈旧状 它是肉食性鱼类 青鱼鱼苗期 以浮游动物为食 成鱼则以螺丝 黄线等贝壳类为主要食物 又称之为螺丝青 旧状烟齿适合研磨坚硬的食物外壳 我国南北各大水系均有分布 但主要分布在长江以南的平原地区 同样属于亚罗鱼亚科的四大家鱼之一的草鱼 外观与青鱼非常相似 它们区别在于 草鱼的体背部青鸽带黄色 体侧银白带黄色 腹部灰白色 每个鳞片都有黑色的边缘 使全身呈网纹状 下烟齿两行呈书状 是典型的草食性鱼类 人工饲养时也可吞食糟糠豆饼等其他食物 一般生活在水的中下层及近岸多水草区域 分布广 南自珠江流域 北至黑龙江流域都有分布 四大家鱼 它的共同特征是 第一为我国所特有 并且我国南北各地都有分布 第二他们产漂浮性卵 不能在净水中自我繁殖 赤眼尊也属于亚罗鱼亚科 它体长略成圆筒形 外形和草鱼相似 口呈弧形 眼大近稳端 临大圆形 体背深灰色 腹部浅黄 体色及背部每个鳞片后圆有黑斑 与草鱼的区别主要有三点 第一 它的眼上半部聚红斑 第二 有两对极细小的须 其中有一对短小的和须 和一对微小的吻须 第三 烟尺三行 顶端烧成钩状 赤眼尊杂实性 是中下层鱼类 在净水和流水水体中均能生活 在我国分布较为广泛 下面我们再来看一看 亚罗鱼亚科的另外一种大型凶猛鱼类 赶鱼 赶鱼体长缩形 头椎形 稳肩长 口端位而口列大 下烟尺三行 下河顶端有一坚硬的骨质凸起 和上河前端的凹口所相欠合 无须林响 体色微黄 赋银白 自北至南平原地区各水系均有分布 曾为我国养鱼业章东的一大亥鱼 被列为清除对象 现在作为养殖品种专门进行人工繁育和饲养 下面我们再来学习莲亚科的两种鱼类 他们与理科其他亚科的区别在于眼位于偏头纵轴下方有腌上器官 左右腮带膜彼此相连 不与侠部相连 腌尺一行左右各四个呈铲状 莲亚科有两个鼠 我们先来看一看雍鼠的雍 它又称之为花莲胖头 它头大 其头长约为体长的三分之一 腮爬树木很多 排列极为紧密 但不相联合 腹棱不完全 仅存在于腹棋肌部至肛门之前 体背面及上侧面暗色 有不规则的黑色小点 拥有生活于水的中上层 性情温和 易于捕捞 它是绿式性鱼类 主要吃浮游动物 也吃藻类 自然分布在长江流域和珠江流域 最大个体可以达到四十五千克 唯我国 湖泊 水库 池塘养殖的重要的大中型经济鱼类 鱼雍相似的是同一个亚科 且同为四大家鱼的莲 我们也把它称之为白脸 它与庸的区别在于 脸头长为体长的四分之一 腹棱完全 存在于胸膝肌部至肛门间的整个腹部 腮爬相互连结 写成多孔的模织片 提银白色 背部裂暗 脸生活于水体的中上层 性活泼 受惊吓时能跃出水面 它也是绿石性鱼类 主要以浮游植物为食 也吃一些小型的浮游动物 植物碎屑等 因为食物更小 所以腮爬更密 脸是我国主要的经济鱼类 天然产量高 自黑龙江 长江 一直到珠江 都有分布 通过这节课的学习 我们至少可以知道 我国的四大家语 并能快速区分它们了吧 这节课 我们就讲到这里 谢谢 我们下期见